我是香港科技教育学会的现任的会长 上次下任 也是这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 达尼利芬基督地南中学的设计科技课主任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多年来在科技教育上的工作和感想 六十了我今年 明年我退休 今天我是分享我三十多年的工作纪念 而且我一年之后我退休 我会移居住海 所以港、住、澳都可以说是我的老家 而今天的税港、澳的聚会对我来得不错的 关系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大 三个地方都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看 去年八月份 我的学生在2023年 这个岳港、澳大湾区 这个创科、教育、研讨、交流、国共同 或者三个一等奖 这一个刚全期研究家 第二个是十二平均率自动抒情 也是一个乐器 第三个是电脑控制鼓政 也是一个乐器 那他们是什么的 我跟大家看看他们的演奏吧 这个是自动化 刚刚的篇期 一般的音乐家能演奏的速度是一百十字 但是我们的坎南才发的这个音乐器 他们在展示他们的乐器的威力 这个是主教的 所以我们认为它会主持的唱舞表演会有最小的 出琴其实跟主持人差不多 我们经常在说 在科技教育里 什么样的老师能带出什么样的学生 对吧 而刚才大家在看我的学生 他们都很明显 是把科技跟音乐放在一起去创作 那为什么他们的老师 我这样引导他们去做这个方向的发展呢 刚才我跟李教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不会吧 音乐跟科技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啊 现在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所以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朋友跟我说 人生有上个经线 第一个是见善是善 第二个是见善不是善 最后是见善还是善 我总结了我的医生的 在科技教育上的密集 也是有上个阶段 因为我在1986年开始 教育科技的时候 这个是年轻的我 跟现在好像差不多吧 以前怕一点还是现在怕一点 没错 现在怕一点 现在怕一点 这个 以前怕一点 对吧 哪一个 中间呢 中间呢 这个是老师 1986年 这是学生现在都50多岁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是刚刚毕业第一年到 因为我们在念示范的过程 是学习 比如叫学生解难 处理材料 还有就是 认念学生的动手能力 还有建议这个设计的 没有的结构等等 当时 计算这些还是没有古籍 然后更不用说联网什么的 电脑控制这些都没有 所以我们教学联用 天下与工艺 木工 精工 电工是三大主流 你看到了 当时我的作品 我学生作品 传统的设计科技的习作是什么 就是一些 用物料为主 用阿克力为主 这些小工艺 对吧 就是一些小工屋 什么树立 之类 课外的活动 我教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学生 比较高中的学生 多一些好像这些故宫家具 而且这个小伙 最近我还跟他一起吃饭 他说 老师当年叫我做的家具 现在还放在家里用 证明他是如何重视 他连自己重手做 这是我什么工艺老师 我一个科技老师很喜欢见到的 可是也是差不多这个时期 九十年代了 你看这个爆价是1996年 我一开始用一点点的电脑 放在设计科技的教学校 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潜贵 而焦田中在这个学校 他已经是博士了 他已经是博士了 我还要到这个女生大学去听他的课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有一些音乐的基础 所以我竟然有机会间认这个音乐课的主任 这个很奇怪的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科技背景 所以我走的路 跟一般的音乐老师不同 当一般的音乐老师在弹钢洗手 我在玩电脑 当他在唱美声 哦哦哦的时候 我在唱卡拉OK 当时还没有卡拉OK 1996年还没有卡拉OK 但是我自己做电脑音乐去唱卡拉OK 所以我当年一定有自己二千年 我已经有自己的音乐试 二千年我还在布书 写这个电脑音乐全工略 这个略就是我的江家略的略 全工略 这个书还在图书馆建造 因为我卖不去 大家卖不去 剩了很多 这一个变化 这一个变化 迎来了我的第二个科技的阶段 我觉得说 建科技不是科技的年代 我同时管理两个 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两个部门 当年我们香港的行政长官 重建法博出了五十个亿 建立这个优质教育基金 当时在1998年起动的 同时任教音乐啊 还有一点科学啊 还有电脑啊 还有什么设计科技 所以我是非常有这个底气了 去申请这个这个优质 在上个科目放在一起 我申请了多少 我申请了二百万 二百万在一 在二千年 不是一个小处啊 而且啊 这上个科目 当年呢 已经全面电脑化 还有我们建立了一个 校园电视台 是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项目 全项目也没有 我们应该是第一个 但是在这个时期 我已经没有怎么叫这个 设计科技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音乐 我转去修读音乐 我在这个时期啊 我在英国的音乐学士 还有我在北京中院学院的硕士 但是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从一个科技人变成了一个音乐人 那当时那个时候你看到 我在指挥一百多人的乐队啊 跟我之前在居木头啊 环节啊 完成变成了另外一个 你看一百多人 在这个时期 我虽然是叫音乐 但是我的鞋头工一天也没有花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每天叠出这么多的乐器啊 这么多的乐器 你夜的乐器会坏嘛 然后把它们维修 虽然是叫音乐 但是回修 我也跟我的学生一起去啊 当时我们用一些废料 去制作这个环爪矿头 也拿了很多奖 其实都是一些 铁罐啊 木头啊 等等 当他们拿奖的时候 我去了山洞 去了山洞 学了几天 我已经懂全部了 因为我有这个 九阳山洞技术 因为我是乌共体制的 所以我学了几天 老师我没有什么教你了 我回来做了很多个恶务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董拉和恶德的朋友 应该认识 就是叫白鲁 他先生 他当年还带我做的恶务 可是他现在不在了 还有就是另外一项人肉 就是管风琴的人肉 我在我的学校里面 做一台小风琴 但是它经常跑掉 因为我的学校在山上 这个气候 这个温度 经常硬直是电调 所以我专去 人家电脑管工琴 刚才有人问我 什么是电脑管工琴 但是我的工琴 当然要做出来 然后在上海 有一位光奇艺学院的 他的校长 他过来香港找我 问我能不能去 去教他的学生 去做这个管工琴 我一口大意 我做了怎么做他 2016年对我来说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第三个季期啊 在当年我拿了这个 行政奖官 作乐加入奖 但是是在音乐方面 不是在科技方面 不是在科技方面 我很经常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还是大部分时间 用了教音乐 建科技 还是科技的年代 主要讲的 课堂 就是 家学生怎么自己 这个木头底 还要用在音乐 课堂上来演奏 2015年 是香港的政府 大力对动这个 STEM教育 差不多每一科 都要有这个 STEM的元素 所以在音乐上 加上这些 STEM的元素 让我拿了这个奖 但是拿了这个奖 之后呢 我经历了很 不一样的人生 之后 教育局 向我教授 我之后有四年时间 在教育局里面 帮助很多不同的老师 一起研究他们的 STEM教育团队 我教了很多学校 我差不多教了 二三千人吧 做乐器 一般都是做这个 母级琴啊 小吉他 还有这个 刚才我说的那个 三地打印的物体 而最近三年 我来到了一个 新的环境 在这个学校 我看到很不一样的 很特别 因为我们可以称为友善社区学校 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师 他拿着这个1.5公里 体验式学习圈的概念 在国家级别的拿着脚下 我们在这个学校曾经 出现个三个性子 还有就是 我们有一个很设备完善的 一个创合空间 还有就是我们也有一个长洁学院 我可以在这里跟我的 我社区的讲者 成一片 现在最近我叫他们做这个 吉他 大的 终于弄明白 这个 什么叫 摩尔摩尔摩尔 而且却在荡栏树 原来 设计科技 从来没有随害过 一直在我的心中 无论我是当科学老师 我是当医学老师 而是因为我是当一个科技老师 都能好好运用设计科技里面的设计循环理论 来教我学生在生活中点难 让他们生活变得更美好 依据教育局的官方文件 还有我学校发展方向 为学校设计下文的课程 里面有四个螺旋过程 一个课程当然是我老板好 这是那个慕吉婷 这个慕吉婷跟这个小吉他 第二个螺旋过程是 这个自动化的应用课程 第三个我把三十多年前 我家的工艺课程放在里面 就叫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工艺 因为我觉得动手的能力非常重要 而最后也是我现在才开始慢慢学习的 我跟我的学生一起学习的 有关科技生活的课程 可能这两天我会在平台上画这个视频吧 就是我再教我的学生做这个红年纪 还有教他们怎么做巧克力 最后我在这个课程外 你做了一些事情 比方我为学校拿到这个成都优秀的 还有去年我们做了第一届的 就是制作与分享的嘉年堡 这是在香港是第一次做的 跟大家说聊的三十多年故事 我的身份主要是会长 主要是一位科技老师 我还是一个网络 这要在几年我做了大量的视频 我都放在这个YouTube 就是油管 很多现在已经有一万多粉丝了 我勸了一万多粉丝 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是通过这个平台认识我的 他们都经常跟我说 我在里面想想看你的视频去学 那那些朋友不用担心 其实我在这个西瓜 还有这个地下 还有这个都有上海平台的 我还是更担心你们不关注 假如你能一度风情几霞 卡罗斯希望多关注网红 还有一件三个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曾会长 那我也希望曾会长能成为一个更大的网红 那也能够传播我们科学教育的正能量